晚上十点众生喧哗的招牌收工熄灭 花莲中华路上的深夜食堂才准时开张 骑楼下的美食风景越夜越美 小发财车变身行动料理台 营业时间一到 板前掌王清贤双手没停过 握寿司 马铃薯沙拉 凉拌花枝 鱼卵寿司排队出场 要安抚掏客不肯睡觉的味蕾 夜店吗 我问这些夜店啊 戏称开的是夜店 老板娘杨丽丘招呼客人 收钱找钱包装外带 忙碌的节奏比一般的夜店音乐还要紧凑 热房就没一趟一趟了 一二一七谢谢您 很棒四大公 做日本料理三十年 老板师傅王清贤动作熟练忙而不乱 双脚暂定位置 在掏客面前上演美食Live Show 不只有两把刷子 还得要累积十年才有如今的气定神贤 客人等有时候也会有压力 怕客人等太久 因为一般来买的应该大部分都 那么晚都住室饿了 也不能让客人等太久 很久他惯了 他知道美国的美国才有 像一般的債子他就很少 你说在外面路大压陷阱 他人家手劣了 丢人不出来 专座晚上十点到凌晨两点宵夜场 小黄发财车咒服夜出 是很多在地客口中的隐藏版美食 满足夜猫子的空虚脾胃 因为我们是冬华学生 如果刚好想要来市区的话 对 就可能会想 那间很有很特别的寿司店 可能就会想要来这样子 很远耶 就为了美食而来啊 就也很正常